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生不灭的才是我们 只是每一世艳丽不同 闲了不同的笑 是的 我们不生不灭一直在这 空性佛入来最 那个本来我们活回去就行了 但是活回去没那么容易 因为我们在颠倒梦想 这个梦醒不来的时候活不回去 太久了 佛说有五重妄想 两重颠倒 世界颠倒 众生颠倒 这些都叫颠倒 你有众生像 我像 人像 这都是颠倒 其实没有这些像 是金刚经说的 然后呢 这对颠倒 还有梦想 有结果 你认为这有一个真实的理 三位投影很真实 这个投影很真实 你认为这是结果不坏的 它不会灭 其实刹那刹那在生灭 每一秒都在生灭 否则就像衰老我们是不知道的 找生发长 头发长你也不知道 指甲长你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的东西太多 就在你自己身上发生的事你都不知道 何况你知道这个宇宙在发生上 时空的流动流逝 所有的一切都刹那刹那生命 你都不知道 是吧 这些东西 其实这是个假象嘛 我们觉得很结果 其实是个真假的 这就晃 如果我用佛眼看 它已经灭了 而且随着时空已经 当初发生随处灭 就是连时间的空间 连这个地方都灭了 连蜘蛛园都跟着它灭了 连实况都是假的嘛 佛学里面叫无生界嘛 万法本无生 我有个老老老老老说 你不行 我说一切都是假的 一切都是空的 是吧 我修佛干啥的 我修佛修了去都是空的 谁想出佛的呀 事实上你回头 我也是假的 也没有我了 我修修成佛 佛的谁想出我了 不 它是指的是这个 说一切假的空的是 是一个修正的说法 就是因为你现在执着有 执着了有 执着了就是不空 一切是真实的 执着了散乱 你很散乱嘛 不听不听的生命嘛 你觉得你是生老病死的 是吧 我们是生死的 有生有有死的嘛 现在佛不是要让你有何不死嘛 你不是要解脱轮回嘛 比如说不轮回嘛 那么这是个方法 就是说他告诉你这个生命的三维投影 而你的本性是如来 本性是如来 现在为什么你觉得三维真实 你不知道如来的境界嘛 你活不成是佛的境界 那么他说你要活回去 你要活回去 先把这个当假的 你要活回本来的自己 假宁 假宁 就是说建立空啊 建立定啊 建立说是把它开成梦怀炮业 这都是为了你回去 回去做的方法 因为你这样认知 因为你的认知是这是真的 这个是坚固的 那么现在孟怀炮业 先让他讲 这样你就能活成真实的你 活回你是佛的境界 就是真正的你是佛 不是这个三维的这个 这个女人或者男人 你是如来是非男女校 没有任何形象 这样你才在空性里边 随约四些各种校 这叫观世音菩萨的三十二相啊 八十随心啊等等啊 观世音菩萨随约度众是四些不同的相 在每一个维度四些化身 风生无数啊 这如来的境界 它可以变一切相 但是呢 它要我们要先回到那个空性里 那么刚才说的那些都是方法 比如修订啊 先把这些关成假的 因为你只有所以就关假 不是方法 活成真实的你 就是说 你现在我们不是说我们要爱自己啊 我们要什么 要自己心灵的归宿啊 我们但你连你自己是谁 你都不知道你怎么找归宿 你连自己爱自己 你连自己是什么都不知道 你怎么爱 是吧 佛说你的本来面目佛学里的 你本来叫如来 不叫这个假名 我们现在在人倒不是有个假名假生 六大 四大嘛 六大 四大皆空 一二鼻鼠神 也是个假象嘛 所以他说这个是假象 你先把它当成假的 这样你慢慢就能回到那个真的 是吧 嗯 这是个方法 佛说告诉你 你有个真相 对 对 真的 空 就说你是个真的 这个真是无形无相的 你回不去 这个真叫如来 这才是我们每个人的本来面目 它是不生死的 它没有生死没有轮回 所以它就 就像我们古诗帝王一直找长生不老嘛 这个没有生灭 它就是有恒的嘛 比如我们经常苦就苦在一切在生命里面 善会变恶 好会变坏 老会变死 就是生生命命我们就苦嘛 我们喜欢的东西会失去 佛说人家有八苦啊 悦症会苦啊 爱别离苦 跟相爱的人分离啊 你所有爱的人会死亡等等 还有悦症会 你不喜欢的人每天聚在一起 喜欢的人离得很远 求不得 求一个东西得不到 人间八苦生老病死等等 这些苦怎么解决呢 你回到你的真实的你就解决了 就是你只要做回真实的你 真实的你无形无效 它就没有这些苦 它就没有轮回 也不会死 这叫无 时间的空间会消失 就说你出来就不出生 怎么会有死呢 无生嘛 时间都是个假象 你不是生在积极里吗 时间都假的 你怎么会出生呢 所以它从六个来修嘛 修修修 你回到本来的样子的时候 这一切都 这个假象你就知道 哦 知道佛说的 哦 这是个梦 你就叫觉醒者 觉者嘛 为佛 你者为众生嘛 但是你这个觉者醒来的过程 所以佛说的经典 都是让你回去的方法 相对于你的执着 相对于你的散乱 建立了定 建立了定这个法门 让你散乱 所以让你静 让你指 因为你要直真实 所以让你看空 看梦海炮 它这是个回到本来样子的 一个状 就是一个漏过程 所以打个比方 上面就是我原来这杯清水 现在是污染这杯塔水了 如果要再回到清水境界 你现在要给它倒出来 不是 空的过程是不是指着这个过程 空的过程是 你是个烘浊的水 你这个六根烘浊了 做佛也是你这个六根 最后成佛嘛 你见假修正嘛 真跟假并没有区别 空虚是无形无相的 因为你这个假是幻影 所以你没必要去掉它 你会去掉幻影吗 如果你这个 我这个六根是个假的 像虚空一样的假象 我为什么要去掉它 你跟幻影斗争吗 你为什么要去掉这个幻影 如果你要去掉这个幻影 那么你已经把它当真了 我只需要 假如我是杯水 如果我只需要沉浮 我只需要这杯水 放在这不动 让它沉淀下去 让它静下去 静下去 就是慢慢慢慢沉淀 所以你要定 坐在这不动 不要晃它 对不要晃动 对 任何东西这个世界 学人和人世间的知识 都是拼命的去奋动 只有沉浮 是静下来不动 你看 它是静下来 让你意识都清下来 不动 然后让这个 它说你这个 昏浊就像你的梦想 跌倒梦想 人里有很多局限性导致的认知 叫跌倒梦想 这个沉下来 这个水就是跌倒梦想 慢慢慢慢消失了 然后你本来就是佛 本来的样子就沉现出来 成佛不是你修来的 是本来的东西让它显现出来 所以它不动就能到达 如果是你从一个凡夫变成一个佛 那你要奋斗啊 你怎么能不动啊 你要开始法拉里跑 你要开始上车跑 你跑越跑 但是成佛它是不动 不动就决定了你本来是 就是我们本来是佛 通过不动回归 就是回到你的本来样子 佛说你之所以现在不是佛的样子了 是因为你迷惑在三界六道 迷惑在这个幻象里面 而且你的跌倒梦想没醒来 你头脑里面有很多各种梦想 这就像你说做生意各种梦想 就像你说 哎呀这个梦又来了 那个梦又来了 都是好梦 美梦就不愿意醒嘛 从不美梦不愿意醒 哎呀这个梦这个梦都是美梦 美梦怎么会停下来呢 一般停下来都是做了恶梦才停下来 是吧逼着停是吧 现在都美梦在那里面为什么要停 所以美梦不行 但现在修行的人说美梦恶梦我都停 我就不干了 不跟你这个梦境玩了 所以修行他们就是这样 迟迟不干了 就是这些梦全停下来 然后停下来这个梦就行 就像那个轰浊的水开始沉淀 沉淀下去本性显露 当你沉浮了回来以后 再回到这个人道了 这是三维 你可以去四维去五维去六维 随便去 因为你沉空性了嘛 三维是时空 只是在你浮空性里边 谁起个念就能视线的东西 就是神通变化 那叫神变了 就是游戏必进空 你吃苹果也行 吃你随便你学 但是你心无痕迹 你在空性里已经无我了 所以你不会在空性留下合计 所以你不会受善恶业的控制轮回 你可以随便 我想轮回就轮回 我不轮回也可以 我可以想去任何一个世界 唯多我都可以去 就有选择了嘛 就命运完全掌控在你手里 就是人道都是认为的命运啊 其实对你也太不像命运 因为你无我 无我叫空性 无我那个我叫佛 无我是相对于人力所 你没有三位投影这个我了 但你有一个圆觉的我 但这个我是无习无相的 所以它区别于上帝啊 区别于其他宗教 其他宗教是有一个体的 就人力认知的一个个体的 有形的有相的 比如上帝啊凡天啊 你可以跟他合一成为 跟他合一受他加持 但佛学是 我有一个圆觉的如来无我 但是这个我是无习无相的 你不需要 你不能以名相来认知我 就是你不能以名相来认知我 我无习所以道不可说 就是你有一个概念 它都是错的 所以它不能迷信嘛 但这个我是存在的 它不是不存在的 这个我是无习无相的一个我 无处不在的一个我 就是当你成佛以后 你是一切 因为你无相 所以这个杯子也是你 这个苹果也是你 这就要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如来 一片树叶都是如来 所以你可以随约其余 法力无边 在宇宙中就没有人打过你了 就这样 你知道这才是我们自己啊 每个人的自己啊 你为什么不活成这样 活成仍利 赚三个亿呢 你想想吧 这个三个亿比哪个厉害哦 所以发发心这辈子 用来休息是可以的 我觉得是滑得来的 我是算过来 我觉得不愧 不愧 算得更多 这太多了 这太厉害了 我们说了几部佛经 在理解上的这种 还有一天 还看了几部佛经不行 我读佛经上的 是 看不明白 你看得少吗 你看了三年 我看了三十年 谢谢各位 我读佛经的 又不想 做她的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